全红蝉陈玉希最惊是一跳,直接惊呆全场观众,教练都笑咧了。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全红蝉陈玉希的双人十米跳台比赛,两个人已经搭档过很多次,每一次的成绩都非常完美,这一次两个人甚至创下了纪录,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比赛一开始,率先出场的是全红蝉陈玉希,两个人选的是规定动作,两个人的同步性很高,入水的效果也非常好,动作的完成质量也极高。 这一跳两个人拿下了57分,接下来出场的是加拿大组合,他们选择的完全是不相同的动作,但是两个人发挥的不是很好,尤其是同步性不高,这一跳两个人只拿到了45分。 第二跳,全红蝉陈玉希跳的是规定动作,两个人的动作非常完美,也非常标准,裁判甚至给出了十分的高分,这一跳两个人拿下了58.80分。 加拿大组合选的是难度系数低一点的动作,两个人的同步性不是很好,不过水花控制的还可以,这一跳两个人拿到了47.40分。 第三跳,全红蝉陈玉希的同步性不是很好,因为起跳的高度不够,所以两个人入水的时机不一样,这一跳两个人拿下了78.30分。 加拿大组合发挥的比之前好一点,动作的同步性比之前好很多,水花也控制的比之前强,这一跳两个人拿下了68.16分。 第四跳,全红蝉陈玉希发挥的依旧稳定,不过陈玉希的水花有点没有控制好,但是两个人的同步性很高, 最终两个人拿下了84.48分。 加拿大组合配合的依旧不默契,同步性虽然很好,但是水花没有控制好,这一跳两个人拿下了52.47分。 接下来是最后一跳,全红蝉陈玉希再次发挥超长,拿下十分的高分,最终两个人拿下了90.24分。 加拿大组合发挥的比之前好一点,虽然动作的质量不是很高,但是两个人的水花控制的比较好,最终两个人拿下了74.88分。 加拿大组合作词